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日经新闻报道,售价超过4万的苹果iPhone 15 Pro Max,零件成本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新高,相较去年开卖的iPhone 14 Pro Max增加12%,也就是新台币18,026元。 其中搭载的A17 Pro晶片成本增加近30%,美国致零件比重持续位居第一,台湾致零件所占比重扩大。 根据拆解报告,美系零件占整体成本的33%,南韩比重增加至29%,台湾比重扩大至约9%,中国比重萎缩到约2%。 此外,iPhone 15零件成本约新台币13,660元,iPhone 15 Plus零件成本约新台币14,270元,iPhone 15 Pro则约16,890元。 第二则新闻。 台积电宣布,确定不进驻龙坛园区三期,当地居民反对土地征收是主要原因。 台积电表示,尊重居民及主管机关,无法评论土地征收一事,但在现阶段条件下不再考虑进驻。 逐科管理局表示,将重新调整扩建范围,兼顾产业发展与民众权益。 园区扩建是为了引领台湾产业聚落升级,不是替单一厂商征地。 逐科管理局,台积电,以及反龙坛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建案自救会,曾在上周进行三方对谈。 龙坛园区目前已满租,但仍有其他半导体产业希望在周边发展。 逐科管理局表示,将积极协助产业用地的布局,维持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。 第三则新闻。 生成是AI Cloud开放台湾注册了。 以Email注册,输入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后,就能免费使用第二代Cloud。 OpenAI的ChatGPT是当前全世界最知名的AI聊天机器人城市,而Cloud被称为是ChatGPT最大竞争对手。 Cloud采用Anthrobic自主研发的训练技术,最大的特色是能处理更多更长的内容,例如数百页的文件甚至是一整本书。 另外,Cloud还能让使用者上传多个档案,从PDF取出文字或产生摘要,而且API调用的价格也是便宜不少。 第四则新闻。 智营实业是全球最大家具螺丝厂,也是瑞典家具品牌IKEA的主要螺丝供应商。 早在十几年前,陈启祥就决定攻入全球最大家具品牌的供应链,不过IKEA的要求高,作风强势,陈启祥接连换了三个业务,都做得很辛苦,一开始也只能抢到初接螺丝的订单。 为了赢得客户信任,陈启祥持续精进螺丝制成,2017年斥资4.5亿元,向意大利厂商购买原装自动化螺丝生产设备,平均一台要2500万,更请意大利师傅来台指导,学习更先进的技术。 如今,IKEA有70%的螺丝都有质银生产。 2010年,陈启祥成立了新公司雄顺金属,主要业务是盘原线材加工,把钢胚等原物料制成线材,再经过三洗成为螺丝、螺帽。 雄顺金属2022年营收6.03亿元,三洗,抽线加工制成的规模已是全台最大。 感谢您收听。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